保罗说福音对你的职业生涯而言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的职业生涯要像 像什么 像服侍主 像做基督的仆人 像遵循神的子命 像耶稣基督就在你眼前一样 甚至呢让我这样说 就像王一牧师 你知乎长老在讲台上讲道一样 你明白那意思吗 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职场的圣徒 这就是最近五百年新教改革 我们常常所讲的说 职场工作的圣招 以神圣的呼召 来从事职场的工作 将职场的工作神圣化 就是要使整个职场生涯基督化 那三点 第一 是关系的 职场上的关系的基督化 像是服侍主 不像服侍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职场当中 福音要改变你的第一件事情 福音要更新你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职场当中将平面的关系 转化为呢 垂直的关系 这个基督化的第一个 关系的基督化 就是关系的一个转化 转化为什么呢 你们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那肉身的主人在哪里 就在你眼前 这个叫做平面化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平面的关系 可是要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基督在哪里 基督在天上 他已经复活 生在天上 所以呢 主要求你把你的职场生涯 整个关系呢 要垂直 由平面关系 变成垂直的关系 这是关系的基督化 那我分享几点 这一节经文当中 第一 保罗一开始说 你们做仆人的 你有没有发现 保罗先讲仆人 再讲主人 前面讲父母跟儿女的时候 同样 你有没有发现 保罗是先讲儿女 再讲父母 在前面讲夫妻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 保罗是先讲妻子 再讲丈夫 对吧 可是这里先讲仆人 你注意这是保罗写给 以夫所教会的书信 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说 你们做仆人的 然后说 你们做主人的 表明什么呢 表明以夫所教会里面 会堂里面 做满了什么 主人和仆人 从一个角度来讲 这就是福音的一个大能 我们也盼望在你们这间教会当中的时候 有老板和雇员 有官长和士兵 对不对 有一个公司当中最底层的工作人员 有一个公司最高层的工作人员 到了这里都是弟兄姐妹 所以福音在以夫所教会当中 已经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甚至让我们这样说 虽然每一个家庭 当时的就是 这个以夫所的这些家庭 里面都会有奴隶 在任何一个场合 你都会看到奴隶在那里出现 为什么你吃饭旁边又有奴隶 要端菜啊 对吧 你甚至洗澡都有奴隶在旁边 服侍你啊 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奴隶 奴隶并没有奴隶是来服务别人的 所以奴隶并不是被关在 一个特定的区域 奴隶是出现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的 可是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 主人跟奴隶之间都有一个界限 对不对 你们主人在这里面聊天 然后仆人把那个 一盘葡萄给你端过来 他们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但是绝不会出现一事 仆人端过来之后 仆人也拿脸可吃 这事不会出现对吧 这事要出现 你就会被揍一顿了 所以你们虽然会出现在一个房屋里面 但是你们之间是完全被隔绝的 可是当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 对着以夫所教会说 你们做仆人的 你们做主人的时候 表明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 仆人跟主人呢 不但同处于乌 而且他们已经呢 打破了那一个的界限 你们待会儿爱宴的时候 主人跟仆人都要一起吃了 所以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一件事 因为保罗直接说你们做仆人的 在以夫所除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之外 找不到第二个场合 打破了社会阶级的身份区别 他们共同地在这里受教 他们共同地在这里唱诗 并不是主人在唱诗 仆人在旁边拿歌本 而是一起在唱诗 而且他们一起跪在上帝面前祷告 他们也一起走在圣餐的桌前来领受圣餐 在以夫所教会已经发生了 一件伟大的事情在人类历史当中 就是奴隶和他的主人一同领餐 因为除了教会以外 奴隶绝不会跟他的主人 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伟大的福音带来的一个更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